要重 農 轻 商 商人发达得太快了 钱太多了 我们不要 我们把能够生产的这人把它提高 把商人压低 尽量的压低 所以商成为四民之末 農呢 成为四民的第二 然后呢 底下跟着日事做的就是 从商人变成最低的 这样的话 这还是汉朝的初名 那么 我们先把儒提高 就是说 读书人最了不起的 世上唯有读书好 但是事实在在 我们自己都知道 在做的都是事 都是读书人 都是知识分子 说实在 我们是百无一用制御人 我们一点能力都没有 我们肩不能挑战 手不能提来 我们也不会做买卖 也不会生产 我们就靠着一个嘴巴 说说 靠着一张鼻写起 所以百无一用 去支持分子 可是 现在汇孝给我提出来的一个题目 叫做如上 所以现在我们把如说一说 怎么跟如上能够配在一起 如 头一个我们知道如的 是秦始皇 焚书坑如 那时候那如 不是我们后来讲的如 那时候那时候是读书人 知识分子 读了书 读多了 批评就来了 然后呢 就来藏品人物 这个对那个不对 把秦始皇呢 批评的 批评的极了 于是秦始皇说 你们这么爱批评啊 好了 让你们去批评 地下去批评的 其实那时候坑的如啊 只是读书的人 那时候特别还有一个多的呢 叫树式 树式呢 这个树式在古时候呢 很红了相当久的时间 这时候 我们后来说法术 玄术这一些东西 那么这一些人呢 还会点把戏 会点玩意儿 同时除了自己批评以外 实在是很让人就惹麻烦的 所以秦始皇一生气 就把这个书烧掉 然后把你们爱批评我的人呢 把你们都活埋 这样看你们还闹不闹 但是我们知道啊 那时候真正把这个书能够藏 那时候的书没有多少 不像后来我们怎样多的书 我们真正的经书啊 五经啊 也不过就是说后来提出五经来 那么诗书一礼 春秋 然后扩大起来呢 春秋加了两个 礼记加了两个 就变成九经 五经变成九经 然后呢 把这个九经里再挑出来 大学中庸 轮椅 孟子 又加四个 我们就变成十三经 所以我们常常说 你会读四书五经吧 四书指的就大学中庸 轮椅 孟子 五经呢 就十书一礼 春秋 所以将来人家要问我们 尤其你们年轻的朋友啊 记得 五经 四书 九经代表着什么 三个春秋 三个礼记 就变成九经 加上四书 就变成十三经了 这就是我们中国真正的国学就在这儿了 现在呢 我们知道了 这个所谓的壁质的改变 当壁质越来越方便 我们从这个钱庄发的这个票据 慢慢的这个票据流通 于是政府就想起来 我假设能够就给弄个钞票不是更好吗 于是钞票就每一个国家都发起钞票来 那么你这个钞票呢 你到了银行 你说现在还叫银行 到了哪个地方呢 你可以拿这个钞票换现金 可是大家要走很远 你带着那么多钱很不方便 所以大家还是用钞票 可是我这国家的钞票跟你那国家钞票不疼 我假设要到你那个国家去的话 我要把钱汇过去 于是就有汇票 然后呢 我呢 表示我自己有钱呢 我可以在银行开一个户头 这个户头里头呢 给我一个支票 假设我的信用要好 我的支票 不只是在国内游行 甚至于在国际间都了不起 于是就支票 假设支票不成的话呢 那我们就汇票 汇票呢 于是就有国家跟国家的比例 于是就金坝 有美金 现在呢 人民币呢 非常赤香 据说香港很多的华侨赶到北京来 尽量拿外币换人民币 因为现在人民币 大家都想着人民币会升值 现在存人民币呢 就等着人民币升值 这样的话 就看我们的政策